我們剛剛不是在說八雙一起帶走嗎 對啊 那個廠商我們可以聊一下 八雙有沒有折扣 對 就我們兩個人份就好了 喂喂喂喂 哈囉大家好我是Eason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慕 大家看到我們這次開箱 這個鞋盒不得了 還有我們這八雙鞋子 沒錯 這一次就是 Skidgers跟航海王聯名推出的 D-LINE3.0再來出現 Z34的聯名的頂上之戰 那這次為什麼找到陳慕來跟我們一起 因為老實說我就是個宅男鐵粉 航海王的鐵粉沒有錯 感謝這些邀約 真的我也是我本身也是非常愛看 真的大家看到這個頂上之戰的鞋盒 應該就已經覺得 WOW 如果你是航海王迷的話 絕對 真的 因為頂上之戰我覺得算是 在整部航海王裡面 算是最經典的一役啦 對 想到艾絲 天啊不要想艾絲 艾絲 你再聊我真的沒辦法組織下去了 真的難過了 沒有錯 因為就是所有的 大家所有的大招 大家所有的最感性的東西 所有航海王裡面最棒的東西 都結合在頂上之戰裡面 所以這八雙鞋子其實各有意義 沒錯 而且很重大意義 我們就從頂上之戰最重要的角色 最關鍵人物 為什麼會有頂上之戰 好 大家應該知道 走 艾絲 我看一次哭一次的艾絲 真的艾絲這個 因為說真的到現在還有非常多人在討論 他有沒有機會 會不會復活 對沒有錯 你就知道這個角色有多重要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說 不可能艾絲這麼重要 不可能 對 尾田大大不會這樣子 對 不會就是讓他頂便當 結果真的 排行飯就走了 就沒事 可是我們這邊有艾絲的鞋 所以大家可以收藏 免懷他 而且就是這一次所有的鞋款的設計 我覺得最強最強在他的細節 你知道艾絲火焰果實者 對 大家如果不知道的話 直接轉過來 他的火焰的招 他的火焰的招直接在他的鞋子上面 所以老實說你看他的鞋 你就知道是哪一個人物 對 就如果啦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來看一下他的鞋墊 他的人物 他的招式也都在這裡面 那這一次他們的聯名呢 採用的是Sketchers 他們一個很經典的鞋款 就是D-Line 3.0的原型老爹鞋去做打造 大家都知道老爹鞋就是現在最流行的鞋款 對 誰出門不穿老爹鞋呢 應該是沒有 一定要穿老爹鞋 你看他這個 這個厚底 而且我剛剛摸了他的鞋墊 是有點記憶鞋墊很舒服 對 那像這樣子Sketchers 跟航海王的聯名 然後他又是一雙這麼舒服的老爹鞋 陳慕你會怎麼去搭配這雙艾絲 我覺得如果我要搭配的話 我會希望把焦點Focus 全部放在這雙身上 OK 必須的 對 必須的 所以我上面如果以艾絲這雙 你看那個火焰圖騰 這麼經典的 Maybe 我可能會找一些類似 橘色的元素在身上 可是不會太多 可能身上我會穿 你看白鬍子還身上嗎 所以我身上可能會穿比較白色系的 去做搭配 可是會跟他的 顏色會有一點點綴 但是我會把焦點全部放在鞋上 OKOK 這蠻合理的 聯名鞋好像就是 一定要啊 一定要 我走出去就是要 就是要讓別人看到這雙鞋啊 我覺得我穿什麼就只是一個搭配性 鞋才是重點 沒錯就是鞋子了 沒錯 好那介紹完艾絲之後 然後當然我們不能忘記我們的主角啦 好不好 對 航海王的主角 蒙奇 滴魯夫 好這雙鞋呢 我簡單的跟大家講一下 他就是 在這一系列當中 他是唯一一個 這個是他們的草帽海賊團的這個logo 對 好那如陳牧剛剛所說的 他的後面就是 對 就是魯夫的草帽 超級明顯 看得出來吧 就其實每一雙鞋的配色 他都跟那個人物的原本的原型一模一樣 他的穿著跟一些配件 對對對對對 沒有錯 不懂的話 繼續看下去你就知道了 來 下一裝 這次講的是老爹鞋 嗯沒錯 所以我覺得 在這場戰爭中的老爹就是他的代表 真老爹啊 沒錯 老爹穿老爹 對 白鬍子海賊團的白鬍子穿帳 你看他當初站在那 跟大家喊 兒子們 真的耶 OMG 天啊 頂上之戰真的太太太 太刻骨銘心了 對真的 而且大家其實看他的配色 就跟白鬍子一樣 之外 來看他的後面 OK 這個一看太明顯了吧 直接白鬍子的鬍子出現了 這雙帥 我真的覺得這雙 太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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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很喜歡這雙 沒有錯 像這雙的話 白鬍子這麼經典 老爹穿老爹這種 真老爹鞋 你又會想要怎麼去家裡嗎 如果以老爹 真老爹的穿搭 真的的話 對 因為他已經是非常老爹 一款老爹鞋 就是白鬍子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你可以去 有點跳痛的感覺 比如說 工裝 工裝 工裝配上老爹鞋 其實很酷 哇 很有feel 對 其實我有一個吊帶褲 應該之後大家會看到 對 我用吊帶褲去配這雙老爹鞋 我覺得出來的感覺是蠻棒的 挺有趣 這個想法挺有趣的 因為工裝現在也很流行 然後吊帶褲 就你搭上這個 感覺有點跳 但是其實好像蠻合的 對 其實是很搭的 因為老爹鞋在於 他的炫頭是很大的 所以其實跟軍靴 跟工裝的東西 其實不違和 所以我覺得是可以這樣搭配 OK 好 既然講到了白鬍子 再來要聊聊他的旗下猛將 第一隊長 不死鳥 馬可 沒錯 這雙的配色我非常喜歡 今年流行的配色都在他身上 很夏天 對 很夏天 而且還有這個紙 對 他的紙我覺得 配的不是跳tone的那一種 不會讓你覺得很突兀 對 不會突兀 完全不會突兀 就是很搭 而且加上 其實現在開始慢慢流行出的元素 除了像艾斯的火焰 他的不死鳥的火焰 其實現在開始流行的就是比較多土壇 對 而不是單色 前兩年可能會流行單色的穿搭 單色的什麼對不對 可是這兩年開始流行的顏色是比較跳的 應該是說這個東西在國外其實流行正常 但是很可惜台灣人還是可能比較保守一點 對 那大家可以去大膽的嘗試 那我覺得第一步就是從Sketcher這次的聯名開始 沒有錯 重點是航海王 你能不收藏嗎 你應該八雙都要買嗎 真的 一定要的吧 好 OK 那我們白鬍子團其實都講完了 對 那我們就往 原本的船員 那個叫做 背叛者 混帳 不是 的確是個混帳 而且莫名其妙為什麼有一個人可以有兩個果實能力 很誇張 莫名其妙這一戰之後他突然變成了整部漫畫裡面的 最強的人 目前最強的人 感覺上他最神秘 對 不知道他到底 他可以他把白鬍子的震動果實 震震果實吃掉了 但是黑鬍子本身又有暗暗果實 天哪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太過分了吧 對 所以這雙鞋也很過分 對 過分 他的設計就是過分 因為他的過分算 你看他白鬍子 我們白鬍子的海德 他那標就是白鬍子的標 對 黑鬍子直接把 你看有沒有 對 他直接把他的標就是沉三 直接弄 對 沉三 我比他強三倍的感覺 對 太囂張了 對 這雙鞋真的是囂張中的囂張 看看 跟你的衣服一樣囂張 欸 欸 欸 你們剛配好了是不是 配好了 我都沒發現 所以我覺得黑鬍子這雙真的是 就是囂張沒有別的 黑暗細果實的感覺 所以你看到後面 所以這雙的搭配 我會覺得 迷彩 迷彩 對 因為他後面的那個 就是他的 好像是他的褲子吧 就是他的一個服裝 就是這樣 對 跟迷彩其實蠻接近 對 我覺得跟迷彩的搭配會蠻棒 而且迷彩就是讓人感覺囂張 真的 反正這一雙的搭配就是囂張到底 囂張到底 他是黑鬍子 軍裝 迷彩 都可以 兇到底 沒錯 OK 這雙好看 對 講完了一個 討厭的反派 最兇 對 接下來來講一下 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個角色 其實我也蠻喜歡他的 很帥 對 他就是超新興裡面的 現在跟魯夫 很好 很好關係的 沒錯 死亡外科醫生 羅 那這一雙呢 就我所知 因為這其實是 已經第三四零 對 第三代 他之前的款式 第一代第二代好像都賣得最好 人氣都非常高 對 就是先三名 其實 當然 簡單兩個 一個就是 羅這個角色本來很受壞 對 他人氣就高 對 配色一樣 有沒有很夏天 黃色 藍色 就是一個夏天的顏色 重點是 羅 他的帽子 沒錯 沒錯 這個是細節啊 這個超加分 航海亡靈 看到後面這個帽子 對 看到這個圖騰 你就知道這是誰的鞋 沒錯 好看 沒有錯 其實我們可以繼續介紹到蛇姬這一款 對 異曲同工之物料 對 你看他們現在做的就是 像 蛇姬這個就是他的旁 那隻蛇嘛 他的那隻蛇 就是後面這個圖紋 那一樣的我們回到邪蛇的部分 有沒有就是他們各自的海賊團 這個是九蛇嘛 對 他們的海賊團的旗幟都在他的邪蛇上面 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比較奇怪的一點是你的印象當中的這個女帝好像怎麼會是紫色的 哎 印象中女帝好像都是紅色 誒 那告訴你答案 好 再把我們鞋盒拿出來 唉唷 頂上之戰他穿的是 紫色 紫色的 大家不要誤誤誤誤現 看他們多細緻 他們是真的有針對 這樣的一個頂上之戰的系列去做這整個的設計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女帝他最後是選擇用紫色的方式 對 因為他其實在其他 女帝有很多很多的套裝衣服 可是他常常出現其實是紅色 霍奇色 但是他在頂上之戰出現的是紫色 哇 應該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子 超酷 他們所有細節都顧到了 沒錯 我們是不是剩下最後一雙沒有講 最後一雙 這一雙這個角色 對我來說他就是 航海王裡面的關公這樣的人 對 很有義氣 而且是草帽小子海這一團 最新的團員 最新的團員 可以這樣講 就是他 尾田說他大概就是 以完成草帽小子的團員裡面 十個人最中心態 對對對對對 讓我們有請最後一位團員 這雙海峽 海峽 雞貝爾 這個配色夠明顯了吧 我覺得大家看到這個配色 北卡藍 應該大家就覺得就是厲害 美 很美 超美 這種藍色我覺得不管怎麼搭 都很厲害 而且該怎麼說 他也是一個非常符合夏天的顏色 感覺就是到海邊 那也合理啦 因為雞貝爾他本來就是一個魚人 對 所以這整個配色也是以他自己本身身體 的配色來去做完成 對 除了大海的元素還有他原本 雖然說他現在是草帽海哲團的議員 但是他在頂上之分的時候 頂上的時候他還是他自己的 太陽海哲團 所以太陽海哲團沒有改掉 沒有改掉 所以完全依照原作 重點是你看 我們現在講的所有我覺得每一雙 我們都要轉過來 對 每一雙都轉過來 大家可以看到每一雙的細節 一樣 有沒有看到 他的衣服 就是 他的那個浴袍吧 哇賽 太厲害 真的真的 這個重點很棒 而且這個顏色 這個配色 這個出去就是你隨便穿一件短褲 真的欸 這個好看 你就樹梯短褲 對對對 因為他很強烈 對啊你其實不需要什麼特別的搭配 沒錯沒錯 你就可以把這雙鞋完全顯現出來 Sketchers他們的憐憫 所以你也會這樣子去搭配他 對 這雙的話我會用短褲搭配 我的確也是用短褲去搭配他 因為我覺得短褲的話 才可以把北卡蘭 淨顯 對對對 淨顯把北卡蘭淨顯出來 這是最屌的地方 那這一波的這個聯名 其實我覺得還有一個非常棒的地方 就是你不斷在強調他們屁股的力量 哦對 他其實沒有任何一雙是直接把他們的什麼人像 還是什麼印在這個鞋子上面 對 他完全就是透過他們的配色跟他們最後的屁股 這個鞋後跟的這個部分 對對對 你馬上就可以知道誰是誰 誰是誰 沒錯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球鞋設計最有趣的地方 也是比較難得的地方 對 因為有些東西你可能要去查說 他跟誰聯名 他是怎麼樣 但是這個非常明顯 根本不需要去猜 這一次八雙鞋子大概就是介紹的差不多啦 對 那Eason 你個人最喜歡哪一雙 哇 難選對不對 這太難了吧 我們剛剛不是在說八雙一起帶走嗎 對啊 那個廠商我們可以聊一下 八雙有沒有折扣 對就我們兩個人份就好了 喂喂喂喂 快選 誰選一雙 選一雙 對 那我就是選 我剛剛就一直推崇了這個羅啦 因為他這個 死亡外科醫生 因為其實我 我最近真的蠻喜歡黃色的 然後羅也是我很喜歡的角色 我們一直讚嘆 我覺得 我覺得他的黃色跟他的這個牛奶的這個感覺 其實很少見 對很少見 很少見 算很稀有的鞋款 我會選他 我會選他 嗯 那 神木爺 我會選一雙 對 呃 我可以選兩雙嗎 哈哈哈哈 作弊耶 作弊是不是 好 因為第一雙是 好 選兩雙 第一雙 我個人 其實你知道 反派黑鬍子 兇到底 哇 特別喔 大家可能不太會選黑鬍子 可是黑鬍子帥啊 其實鞋子本身是很帥 對 他這一雙鞋子本身很帥 因為其實如果啦 單講造型 穿搭的話 其實 黑鬍子的配色 確實 是一般男生可能比較好駕馭 我覺得最好搭的其實就是 黑鬍子跟白鬍子 對對對 可是我會選黑鬍子 他很兇 所以是他後面這個圖案 我很喜歡迷彩 點綴軍裝的感覺 對 這種元素 當然另外一雙我多想要多選的一雙 給你選 對 就是他了 沒錯 吉貝爾 吉貝爾 這個籃 有哪一個男生不會選這雙 你告訴我 你告訴我 哪一個收藏休閒的男生 不喜歡北卡籃 吃吧 我也有一點 我選的這雙也有一點 欸對 哇賽 真的 你看 對你說中了 沒錯 真的 所以這次Sketcher 跟龐海旺 第三次的頂上之戰聯名 D-Light 3.0 真的 大家 非常推薦給大家 呃他已經發售了啦 可是剩幾雙我不知道 搶不到鞋子怎麼辦的程度 如果真的搶不到鞋子的話 其實這邊還有衣服 嘿 還有聯名的T-Shirt 就是我們身上穿的 我們身上穿的就是這個 我最喜歡的 我的 大家最帥的 白猴子 重點在後面有沒有 有沒有 這個穿出去 OK的 我的魯夫 後面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就是他後面一定會有個大Logo 對 這個我覺得也挺少見的 儘管在 湯海王的專賣店 對 其實很少見 對其實很少 其實大Logo很少 所以如果大家趕快去搶鞋 搶不到鞋 還有衣服可以搶 如果都搶得到 那就多買 對 恭喜你 賺到了 最後就是非常感謝陳牧 來到我們的歐鞋 謝謝醫生 如果你也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歡迎你按讚分享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留言 讓我們知道 歐鞋 下次再見 Peace out